姚明曾是垃圾化高手,木队卡曼硬钢沾黄,最爱说的一句让老外纳闷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姚明就是他们关注NBA的领路人,这个中国篮球历史上最出色的大个子,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,在NBA中打出了一片天的,最终入选了奈什密斯篮球名人堂,创造了中国人在NBA的奇迹,距离他退役已经过去了七个年头。 但这个充满智慧,又风趣幽默的小巨人,留给了球迷们很多趣事,值得回味,别看姚明快头大,站在他面前容易产生压迫感。 实际上大姚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人,在面对记者和媒体时,他往往会侃侃而谈,妙语连珠,让人感叹其语言艺术的强大。 虽然性格很好,但大姚也是个强硬的角色,在他的职业生涯里,也没少跟人喷过垃圾话,有些还闹出了笑话。 当初的快船中锋卡曼是个小动作很多的人,在跟大姚的对位中,依靠正常防守他很难限制住如日中天的姚明。 于是卡曼用各种推扫、顶、轴等动作让姚明不胜其烦。 被激怒了的姚明横眉怒目,一个转身之后赢着卡曼的防守怒扣得分,进球之后姚明冲着卡曼怒吼道,You cannot stop me,你这么防不住我。 2008年火箭造法克里夫兰,对阵詹姆斯的骑士,这场比赛姚明打得极为郁闷,全场比赛姚明被主场上吹得毫无节奏,最后时刻还被判了个进攻犯规,火箭最终输掉比赛。 赛后面对记者的采访,姚明愤愤地回答,无需多说,只有四个字,休斯顿舰,See you in Houston,当赛季火箭果然在丰田中心成功复仇,并将詹姆斯防出了生涯第一次零助攻,北京奥运会那年,中国南蓝对阵美国孟之队,开场领先的中国队被不断追分,姚明咬碎钢牙连续送给德隆两季大帽,扭头对着美国队的替补席刀, 我还有三次犯规陪你们玩,受此鼓舞,中国队士气大振,得以稳定军心,可以说当年的姚明,是中国南蓝最具领袖气质的硬汉,还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,当年姚明刚进联盟不久, 那时候姚明还不太习惯说英语,比赛过程中一旦沮丧了姚明就会爆粗口,TMD,而那些老外队友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,久而久之,还以为他在说英文单词tomato西红柿, 一直以后来弗朗西斯来中国时还强调,姚明喜欢吃西红柿,因为每次他被犯规或者措施进球的时候都会喊tomato,时光荏苒,如今的姚明已经胖成了女赵日月,昔日赛场上的风采,也变成了美好的回忆,球迷朋友,关于姚明的趣闻意识,你还记得多少? 感谢观看